很多投資的相當關心的 貨櫃航運的景氣急速的下滑 整個運價是持續在走跌的 那麼大家非常關心的 就是貨櫃一哥長榮 長榮的部分現金減資 六成在兼暫停交易 要請教陳彥 他19號的新股會重新上市 到時候有沒有反轉的契機 好 我們先看一下 對整個海運公司股價影響 最重要的部分是什麼 其實就是航運的運價 過去為什麼從2020年 我們這樣一路看他大賺錢 然後股價大漲到200多塊 這背後最重要的原因 其實還是集裝箱 就是我們講貨櫃的一個運價 每一Q多少錢 不管你是從亞洲運到歐洲 從亞洲運到美國 還是長程的航線 還是短期的航線都暴漲 暴漲最主要原因 當然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不論是缺工還是塞港這些問題 所以導致了整個運價大幅度的上升 運價大幅度上升的過程中 加上疫後的這種消費性 這種報復性的消費 整個運量的需求大幅度的攀升 供給跟不上 需求大幅度攀升 結果整個運價就大幅度暴漲 對 現在我們就發現說奇怪 現在是旺季 為什麼我們講現在是旺季 不是forget的旺季 可是現在看起來 運價變成forget旺季了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聖誕節 我們前一段時間 就講到了這個Walmart 他自己本身庫存帶高的問題 今年他有可能再叫更多的貨 來慶祝聖誕節嗎 可能不需要 他把過去拿出來 就是打折 趕快把它消掉 庫存清一清 庫存清一清 然後包括各個消費性電子產品 你不論從三星還是到 這個大陸的小米手機 庫存都很高 這些怎麼辦 一樣要清庫存 在清庫存的這個過程中 請問我的運 貨運的需求會提高嗎 我相信不會 所以旺季不旺了 旺季不旺 需求量下滑 現在有塞港嗎 沒有 有缺工嗎 沒有 再加上其實從過去 從2020年開始投入新船的製造 其實今年陸陸續續交船 不論是國際航上也好 長榮也好 其他的新的船都開始下水了 這個部分運力開始增加了 等於我供給又提高了 需求降了 供給提高了 想當然而 我的運費就開始掉了 之前是人求貴 就是我要拜託你 我跪著求你 你有沒有空櫃給我 現在是櫃求人 結果老闆跪著去求他的客戶說 我的櫃你要不要用 已經變成是這樣 然後你看這個運價指數 從中國運到美國西海岸 成本5400對不對 降了60% 降了60% 如果我要維持原本的營收 那代表我的運量要提高 當然數學沒有更精細 但是大概是不是要提供60%對不對 我才能維持那個平衡 那你看到整個運價 從這個上海其妝江指數到遠東歐洲 還是遠東美西 還是遠東美兜 通通降 四成六成 那我想問一下 那營收一定狂掉 好我們來看一下 最知名的貨運的分析專家 就是炎藝財 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後來發現真的一張都沒有賣 奇蹟就來了 直接整個大幅度下跌 其實過去投資航運股 我說他叫做觀光郵輪 就是你在上面有吃有喝 可以游泳可以看美女 可以看風景 非常的享受 豪華的一個度假 現在叫什麼 現在你持有航運股叫飄飄河 就是怎麼飄 就是在那個圈子繞 然後你飄啊飄的 飄了一個下午 臉都曬傷了 你還是沒有繞出去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這個航運股怎麼辦 我說如果你想要做飄飄河 你當然繼續做 可是顏董事長他說 長榮陽明今年 至少可以賺五到六個股本 看起來很厲害 明年再怎麼樣 也是可以再賺一兩個股本 其實也是很厲害 我們很快的做一個總結 因為長榮減資對不對 大家會覺得減資有行情 我們先來看 這個顏藝財他講的 他說今年賺五六個股本 很厲害 但他已經跟你講 明年只會賺一到兩個股本 明年只會賺一到兩個股本 所以我的獲利是大幅度衰退的 好 這個是還沒有減資錢的計算方式 所以減之後可能賺的錢 感覺會變多 就一個數字遊戲 但你要去想 他說放個兩年可以賺三成 放個兩年可以賺三成 他也跟你講得很清楚 他說短線到今年年底 股價大概沒什麼希望 所以如果可以再撐個兩三年 也許我們看看 但是兩三年後的變化 我覺得比較難講 所以回到整個減資 減資他這一次是現金減資 因為現金有分庫藏股減資跟這個 虧損減資 虧損減資當然不好 對 這次是現金減資 庫藏減資是中性 限資減資是好的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 過去現金減資之前 股價都會漲 但他這一次減資之前 為什麼沒有漲 然後再強調一件事情 現金減資真正對誰最好 其實是大股東 因為他把錢還給大股東 大股東不用繳稅 但是對我們這些小股東而言 實際上你還是要看減資以後 整個景氣 公司的營運的狀態 這個還是重點 而且研一財講得很清楚 明年就賺一到兩個股本 你自己想一下 那獲利是大幅度衰退 這樣怎麼會對 所以掛牌以後又更貴了 187塊 那你不要覺得說 漲回來了 我這段時間先不要看 眼睛遮住 你看漲回來了 其實你沒有賺錢 簡直前後你的資產價值 是沒有變的 沒有變的 所以真正好的是誰 好的是原始的大股東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天氣也變冷了 一直在河上面飄 會感冒 太陽很大 你又沒有帶防曬乳 要不要乾脆上岸算了 我在這邊跟大家提醒 這個上岸意思是說套牢的話 其實可以 這個飄飄河 現在是飄飄 不要再飄了 不要再飄了好不好 好 剛剛這個陳彥道 我們看到 是這個貨櫃航運的一個景氣 可能接下來 在今年忘記不忘之後 接下來在短時間 景氣要上來 似乎還沒有那麼快 我們知道 他是一個景氣循環的產業 邀請教總監 其實包括 國際航運的龍頭 馬仕基的執行長 他其實在6月的時候 當時就已經說 這個航運業 會有一個長邊的效應 那麼接下來如果說 他要轉好的話 似乎不會那麼快 對 我們看到 貨櫃航運 去年的景氣是艷陽高照 一帆風順 但是今年 感覺上來講 是山雨欲來風滿柔 因為當世界的一個景氣 每一個國家的一個經濟成長 率不好的時候 再加上所謂的高通膨 每一個東西都變貴的時候 自然而然 所謂的消費力 就會出現緊縮 消費力緊縮的狀況底下 自然而然拉貨 就不會來得這麼的快 沒有這麼快的情況之下 就造成就算是再好的公司 我們看到過去 非常強的公司 包括所謂的揮打 這些都有出現 庫存過高的一個現象 就代表說整個需求量 並沒有很高 從世界的一個景氣來看的話 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一個重要的指標 除了剛剛陳業所講到的上海集裝箱指數 大跌六成之外 我們看到世界貨櫃的一個 運輸指數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因為這個世界貨櫃運輸指數 其實是集合歐亞 亞美跟歐美 這三條重要的航線的一個綜合指數 我們看它一個中長期的趨勢來看 今年以來也是持續的往下跌的一個狀況 整體來講 其實就是告訴你說 整個景氣來講 真的不是非常的樂觀 那麼世界的這些所謂貨櫃航運的龍頭 他們的看法是怎麼樣 其實我這邊點到 就馬士基講的話 我覺得非常的細細咀嚼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是在講真話 那麼最近一次他其實提到就是說 現在的狀況是消費者欣欣大減 我們剛剛有講到 因為通膨的關係 因為經濟的關係 而且他要點到 現在供應鏈是出現緊繃 為什麼供應鏈還會出現緊繃 就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封城效應 這些重要的一個城市 包括上海 還有包括現在的成都 甚至於連西安都傳出 所謂的要封城的一個狀況 都造成整個供應鏈 有出現中斷的一個現象 所以整體來講 貨櫃航運的一個景氣 看起來下半年不會太好 當然馬士基他其實在最近一季的 一個財報裡面 繳出非常亮眼的一個成績單 還有包括整體來講 他也提高了一個猜測 可是其實他在六月份的時候 我覺得他那個時候 點醒了大家 只是那個時候大家沒有那麼相信 因為他那時候提到就是 貨櫃航運的景氣 會出現需求下滑的一個長邊效應 他這個是講真的 甚至於我的朋友告訴我說 去年是流行什麼 剛剛嚴董事長所講的 一張不賣其第一次來 今年新的標語要改成什麼 很多鄉民要改成 一張不賣死去活來 好 剛剛總監 我們看到這是貨櫃航運的這個景氣 現在是出現了反轉往下 這樣的一個情況 不過在半導體 是不是也雜音越來越多 台積電傳出了砍蛋的消息 在兼股價跌了十六塊五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